委員好 部長 我們今天在整個檢視 台灣整體觀光產業發展 跟它的未來 對於我們在東部 我跟劉兆豪委員 這個花冬來講 這個觀光是一個很重要的產業 也是一個關鍵的產業 但是整體的觀光發展的前提 就是能夠帶給多數人民 一定的程度的經濟利益 對於原來的文化跟環境 也不要有太大的一個破壞 或者是改變 但是我們近幾年來看到的是 當然人數 觀光客人數越來越多 經濟利益卻集中在少數人手上 對於環境的破壞 或者是因為擁擠所帶來的 當地居民的不變 或者是因為人數過多 帶來當地的髒亂等 反而是代價大家共同分擔 但是利益少數人在賺 我想這樣子的一個觀光產業的結構 長期下來對地方的發展 都不是一個正向的 當然我上一次在總質詢的時候 有提出 那你們後來有給我一個回函 但是我覺得你們整體給我的感覺 還是在自我感覺良好 甚至你們今天報告的口號 還是邁向千萬觀光大國 顯然你們還是在這個數據 在這個量的迷思上面在打轉 一味的要衝高增加這個觀光客的人數 但是對於它整體的品質 或者是對觀光客本身來到台灣來的一個基本的感受 卻並沒有用同等的努力來做平衡 當然努力不是完全沒有 但是我覺得現在在值跟量之間的一個平衡跟拿捏上面 你們完全是重量不重值 這個現象讓我們非常的擔心 說真的東部房價從這幾年路客開放 從原來至少我們花蓮可能原來一坪5、6萬的 到現在將近20萬 你說要以未來的年輕人 想要回鄉的年輕人 他的代價成本越來越高 他的生活 他面臨的物價指數也越來越困難 越來越貴 那加上種種的不變 那我們的效益在哪裡 你們覺得人越來越多 好像帳面上數字很好看 我們其實基本上也歡迎全世界各國的 包括中國在內的觀光客來台灣 可是我們希望他們來 一方面他們的感受是最優質的觀光的品質 另外一方面他不要給在地人帶來太負面的打擊 我們要的是一個很均衡的發展 所以我想這個結構性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需要在整個觀光發展的產業政策上面 還是要有一些根本性的改善跟調整 那我現在有幾個具體的問題 我今天本席也謝謝我們交通委員會有幾位委員有共同提案 包括我們的招委 有關這個交通接駁的機制 我們在東部一直強調鐵路為主公路為輔 那當然還有一些其他郵輪海上藍色公路等等 但是以鐵路為主的這個交通 一方面大家是這個買票的困境 這我們已經討論很多次了 買不到票 但是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當你搭著火車到這些各鄉鎮的時候 你這個陸地上的接駁你要怎麼處理 除了租車以外 我們的其他的選項 現在花蓮市每逢假日 連假過年 這都不用說連平常的週末都是一樣 大塞車 一般居民你要到街上去買個東西什麼 其實都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沒地方停車 然後再加上大塞車的問題 那我們這個陸地的接駁機制 真的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我希望說你們能夠編列相關的預算 而且這個要立刻來進行 進行各種這個接駁運輸 尤其是低碳綠能的這個接駁運輸的一個可行性評估 包括研究這個花蓮市區U-bike的可能性 它的經濟效應 可能要投資到底能不能做得起來 或者是其他像這個低底盤的公車 腳踏車可以帶上去的等等的各種的這個 能夠輔助鐵路交通運輸的這些 讓我們改善 我真的很擔心蘇花蓋的通車 對我們行經蘇花公路安全上也許是有一些加分 但是未來可能會帶來的這個車潮 對地方居民生活品質所帶來的影響 這些要一併的來考量 好 部長你們的態度是如何 我想這樣子 東部其實我們期待的是所謂熱活慢遊 那麼到那邊去玩的人可以玩得很舒暢 所以不是那麼車子開過去 平常你講我不期待這樣的情況 那現在我們不裡頭這邊準備成立一個 所謂的北中南東的區域運輸中心 這個運輸中心的意思就是說 透過那麼大學跟當地的地方政府 跟學術當地的所謂的這個研究者 大家一起來結合 怎麼樣來改善地區的交通 那公共運輸的這一塊一定很重要 尤其剛剛您提了這個接駁的這一塊 所以我們期待地方政府 來跟我們一起大家來共同來處理 那至於U-bike的這個部分 當然也需要地方政府他出面來做處理 這一部分我們會來協助 大家一起來共同來努力 是不是你們可以 因為我想整體的經濟效應如何 需要投資成本等等各種的因素 你們有這個專業的研究機構跟人員 是不是可以由你們這裡 先來做一個可行性的評估 我們會來處理 我想地方資源都很有限 在前期的一些研究跟評估的工作 還是希望能夠有交通部 因為畢竟很多觀光客都還是外來的 不在這個地方 尤其是鄉鎮市公所能夠負擔的這個範圍 我們協調先來處理這一塊 好 那希望能夠更積極 那另外一個新型態就是這個郵輪的觀光 你們報告裡面也有提到 但是我覺得還是相關的配套不足 當然今年郵輪的班次有增加很多 但是他們來了之後我的觀察 還是都是大型遊覽車 幾乎都是接駁到太魯閣 而且在特定的時段 其實太魯閣是很容易塞車 你很清楚那個路的狀況 那如果說有其他小型的這些 這個其他的郵輪的旅遊 一日來回的這個旅遊的行程 我相信在經濟利益上分散出去 讓更多的遊客能夠享受得到 其實我們觀察 我雖然是沒有搭過這個歐美的郵輪 但是在歐洲 我至少過去去義大利開會 我看他們地中海的郵輪 這個下船之後的行程非常多元 甚至是去一個農莊學做義大利菜 這樣子也能夠當成一日的行程 這樣子也要大概兩三百塊的歐元 其實這個商機是有 只是看有沒有去發揮這個創意 那我覺得需要由我們交通部去整合 來輔導地方的這些 比較小規模的小型的業者 讓我們所期待的觀光利益 是能夠更全面的 大家共同來分享 那另外對地方不要造成 因為一下子大量的人潮 所帶來的環境上面的負擔 是不是可以更積極的來做這方面的配套 謝謝 我想我會請港務公司這一邊 跟花蓮港這一頭 跟當地的旅遊業者 大家一起來看看怎麼樣把這個 所謂要出來旅遊的路線跟點 把它選出來 這個也都跟我講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接駁 或是市區各方面 或者是到其他的鄉鎮之間往來交通工具 這個也都是相關的 希望能夠一併做好更完善的規劃配套 謝謝 謝謝下面請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楊玉昕委員